跑五個多小時 幹嘛PO出來 默默地說自己跑完就好啦 把國旗留給選手好嗎 這是什麼樣可怕狹隘的言論 為什麼我跑得慢 我不能掛國旗 我驕傲我是台灣人不行嗎 我就問你 甘妮什麼事 你幼不幼稚啊 我不是9月24日在柏林跑完了馬拉松嗎 然後我在Ending的時候 我就拿了一個小國旗 衝過終點線 其實當下跑完的心情就是 我希望世界可以看到台灣 我覺得很自豪 我也很驕傲 不管我跑的成績怎麼樣 趁這個時候 讓世界看到台灣 來自台灣的選手 不是很好嗎 這是我的想法 甘妮什麼事 網友 他就在新聞底下留言 跑五個多小時 幹嘛PO出來 默默地說自己跑完就好啦 把國旗留給選手好嗎 這是什麼樣可怕狹隘的言論 他還嗆我說 跑了五個多小時 到旁邊去玩沙吧 這句話最可怕 因為馬拉松的精神 不是你跑得多快 跑得多好 然後我就後來我就嗆他 我就說 你又跑再來說啦 因為跑完全馬就是拽馬 結果他回我說 哈哈哈哈我跑完 我跑了三十幾場了 意思就是說 我都跑了三十幾場了 你在那邊五個小時 然後還掛國旗 這心態真的很要不得耶 你跑三十幾場又怎樣 不要瞧不起我們這種跑慢的人 為什麼我跑得慢 我不能掛國旗 為什麼我就是國手 才能掛國旗 到底這種偏差的思想 怎麼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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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